普攻能眩晕,贴墙能隐身 这些技能特别酷炫的装备 为啥只能存在于娱乐模式呢 在娱乐模式边境突围中 里面存在很多剑都没见过的装备 例如隐匿骤甲 基础主项就碾压所有魔抗装备 高达400的法抗 如果常规模式能出的话 法生熊就不用玩了 还带一个拖战后 靠墙就能隐身的被动 跟百里的被动一样 像是一些高爆发的英雄 另好这个被动 等敌人接近后一套爆发秒掉 想想就刺激 杀之守卫 技术主性虽然很一般 甚至还不如反鸟的副甲加成高 但是被动特别扭 出战后5秒获得一个 可以抵消所有伤害的护盾 要知道模拟斗炮 靠着只能抵抗魔法伤害的护盾 都被评为了最强魔抗装了 那么能抵消所有伤害的杀之守卫 是不是可以成为最强防御装呢 凹数法杖 同样的技术主性一般 还不如大树家的法强高 被动更吓人 技能命中敌人后 会造成20%基于上次技能伤害数值的伤害 听起来比较绕 简单来说就是 技能连招打出来的伤害越来越高 这对于主打高爆发秒人的法刺来说 简直就是神器 最苦之水 技术主性也不打地 还不如破晓的场面 被动时普攻有25%概率 对目标造成0.5秒的血晕 远程英雄使用概率减半 攻速型英雄使用后 单挑绝对无敌 这会知道为啥这些娱乐装备 不能登陆正式游戏模式了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